hello大家好,我是新宇,然后我起来开工了 今天有一个特别高兴的事,因为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特别精美的小礼物 马上我喝下咖啡给你们分享 每天只要有一点这样的小惊喜的话,我觉得我每天都会元气满满的开始工作 这个小礼物就是这个 你猜是什么,是不是会觉得是一盒很甜的甜品呢 我就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它里面应该是装了小甜品 就特别可爱,特别好看,质感也特别好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呢 哇,是不是很精美 看里面有唇膏,然后还有一个小眼影 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NARS的礼盒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盒的配色 红色的爱心,然后黑色的底,还有金色的香边 真的我觉得有被它惊艳到 然后它这个礼盒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我在跟妈妈一起在录制一个节目嘛 虽然很辛苦,但是真的很幸福 那这个礼盒呢,听说是NARS先生以妈妈为灵感创作的 这样还快到母亲节了,我就可以送给妈妈了 那NARS是我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采装品牌 它加了很多的唇釉啊,还有腮红,眼影 包括粉底啊,还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遮瑕 都是我平时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 那今天我就可以给大家打开这个礼盒 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刚才有剧透号 这款礼盒叫NARS爱意限定克劳袋系列礼盒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美 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里面的口红吧 三只口红和一个眼影 然后你看这个很漂亮 星星,蝴蝶,还有爱心,这也是爱心 然后像这一只呢,就是一只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它叫Jen,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它是一只很有气质的奶茶色 这颜色好美哦 然后它的色调是有一点点桃红色的 正好我现在刚化完妆然后没有涂口红 可以上色看一下 我觉得薄涂厚涂都很好看 这只很日常哦 就是平时什么衣服都很可以搭的 就是显得特别的温柔,优雅 小蝴蝶的这只呢叫Marlene 然后它是属于有点那种砖红色的感觉 我觉得这颜色特别的复古 然后它复古中又带着一点俏皮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可以,我先叠加在刚才的上面看看啊 哦,今天我就可以涂这个颜色耶 跟白衬衫也很 然后穿那种花裙子也可以啊 就是那种很那种法式的那种 很显,皮肤白 这颜色是不太挑肤色的 好看 接下来这只小爱心的Mona 我就要重榜推荐了 因为这颜色真的是绝了 它是那种红棕的感觉 应该是属于红棕系列里的鼻祖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刚突然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镜头 我可以用起来 我今天脸,我脸有点肿耶 我今天 因为昨天特别可 晒了一天 然后我就一直在喝水 睡觉之前喝了好多好多水 所以睡前喝水真的会脸肿 但是没事 这个节目妈妈是主角 我脸肿的也OK 它这个调色特别的高级 你看 对了,好好的涂一下 它特别滋润 然后就感觉涂在嘴唇上 有点那种奶油的感觉 然后完全不显唇纹 因为我这两天其实嘴唇特别干 但是涂上去就很润的感觉 请看 好看吗 很滋润很美 这一只口红呢 特别适合春夏使用 特别有那种 小女人 小猫咪 小高贵 气色又很棒的感觉 干净 买起来 接下来呢 就是这款眼影 很漂亮的盒子 然后这一款 我觉得真的是很美的颜色 就是属于妈妈用起来好看 然后我用起来也很好看的 就是日常可以使用 然后有一些小晚宴 我觉得也是OK的可以用 它这个粉质是特别的绵密 然后不会飞粉 特别好晕染的那种 这个颜色淡淡的打一层轮廓 也很好看 特别有美女氛围感的 一款眼影的颜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我马上就开工了 然后马上到母亲节了 宝宝们一定要就是 在母亲节那天 给妈妈表达我们的爱意 我们一定要就是 多跟他们说 我想你 我爱你 然后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幸福 包括这样 精致可爱的小礼盒 也可以送给妈妈 然后买一些汤奶鑫 送给妈妈也可以 那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小红树 然后下一次我再来